大家看見 帶你這個會用台灣威來看全世界 全球的天氣是很熱 甚至國內又有效應的科研 造成另外的危機是越來越嚴重 到底各國面對到什麼樣的威脅 我們給時間告訴記者 您經常經常請問 沒錯 全球的影響在下 全球很多地方都很熱 甚至有的地方是出現效應 天氣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影響最大的是靈緣 看看現在全球面對到 有戰爭、有恐慌、有電力攻擊的問題 甚至還有疫情 以上加起來對靈緣的科研很大 但是我們就先來說受影的影響 在北半球現主時大部分都是下櫃 所以國內是很燙熱 地主用電量是很大 大家想要吹電風、吹冷氣 但這個用電量大 就要說到發電的議題 我們最近全世界都要用發照靈緣來發電 譬如說燒透盤發電、燒天電氣發電 不然就全球為了減盤 所以都要來減少燒透盤 現在包含到德國、印度、日本、澳洲等等 都由這樣不時來停電 這個燒熱、燒過頭、熱過頭、恐慌的中山恐慌會造成死命的危險 像我們看到 巴基斯坦、印度這些國家 燒應的影響之下 如果擁有停電、恐慌超過10億人會有死命的危險 另外我們看到美國的得主有6個電池 因為在5月5中超過10億人面對停電的方向 美國嚴重的不敢這樣而已 美國頭團的介紹已經突破新冠的記錄 身份增加電費也會增加 再來看的是歐洲 也因為減少從5月5日進口停電去 所以電價是一直來起價 再來是南非 因為當地剛才電池維修 加上當地在100天 所以南非停電的規模已經創下紀錄 看回來我們亞洲 日本、日本也有日本的困境 因為日本有百分之九十億元都是進口的 不過最近日平一直在落價 例如進口自由、進口停電去 那些是頭團、身份都一直增加 日本同樣的天氣變化也很激烈 當今天6月份的運動 已經創下百年來的新冠了 這都是日本政府要來解決的 同樣對著天然氣氣機械系的影響 叫有歐洲國家 因為歐洲一直以來都以外五路數的天然氣 不過這條堂五路數到 這個北海天然氣的關算 從7月11日開始尾收10天 尾收結束後也不會去用 我們都知道說 德國一直以來都以外五路數的天然氣 加上這個德國 把所有的氧氧發電池關起來 他們不需要使用氧氧發電 所以用電量是很緊張 法國呢 有超過一般的歡迎樓在修理 歐洲國家影響也很吃辣 地球的環境已經在變化了 從天氣的燒熱開始 民眾最好要學到燈市主管 以上是今天的大台事 我們把時間交通的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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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看了 我們把時間交通的主播 我們把時間交通的主播 在家族的內容 我們把時間交通的主播 將會發電話 把時間交通的主播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 可以讓我們來